原装5000多的13 Pro Max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 大家好我是小燕 今天又到了一批很多机型 这些都是有8P以及XSman 还有一些11 12还有14系列的 还有包括大家比较热门 比较喜欢的13 Pro Max 那么当中的话 当然是13 Pro Max跟14 Pro Max 是比较有竞争的 那么这两款机型的话 我们也已经做了一个参考的对比 虽然说我们不是专业的 一个测评 但是我们站在一个消费者的 一个角度来去测评 当然比较推荐的还是13 Pro Max 13 Pro Max 它不仅是有这样的一个金属外观 以及它磨砂的一个背板 都是看起来非常的高级 以及它内部也有A15的处理器 跟6GB的运行内存 技能是非常的抗打 那么14 Pro Max的话 是在13 Pro Max基础上 就是添加了一个零动导 以及4800万的一个像素 那么它在价格上的话 它也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相差到 1000多大洋的一个预算 当然有预算充足的话 当然是选择14 Pro Max 那么想要性价比的话 当然是13 Pro Max 更适合大家 那么我可以从这下方的一些型号 抽取几台给到我们了解一下市场的一些行情 首先就是当下比较热门的13 Pro Max 那么今天拿的话 都是1TB的一个大内存来看一下 这个是属于99型的一个机器 电池还走到了99%的 那么这个行情的话是走到了6700 这个是属于一个批发行情 因为我们一下子拿的比较多 如果说直接去到市场那里的话 估计是要贵个一两百左右的 那么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这里的话还有13 Pro 13 Pro的话比例的话就做得比较好 就是你单手操作的话 就是比较适中比较舒服的 那么这一台的话 它是一个酒吧新的一个机器 这个外壳上的话会有一些小颗盒 看到没有它是会有一点点小颗的 但是你不仔细去看的话 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像这种机器会比市场行情 少个百来块钱这样子 所以你们如果不在乎外观的话 选择这种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这一台行情是走到了5250的一个行情 电池还是90%以上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你们比较期待的这个14系列 它虽然说降价的比较厉害 但是它的价格还是在7000多 这一台是属于256G的主流内存 14Pro Max它也是一个酒吧新的 酒吧新的话它就是会有使用过的痕迹 我刚刚也说了 它不会说有明显的刻痕 看到这个外观的话也是比较新的 这一台的话电池是在100%的 走到了7200的一个行情 然后14Pro的话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也是一个酒吧新的一个机器 电池还是100的 然后是一个512G的内存 是6650 在小一级的内存在256G的话 估计是少个400左右 也就是6250 14Pro Max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些行情的话都是小燕通过 档口那边是批发过来的一个行情 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粉丝朋友 都是比较喜欢小燕这种透明化的一个形式 都是摆明的跟大伙们说我们的拿货行情 然后额外再加上那个代购费 就可以拿下我们这边的手机 而且我们也是有售后服务的 要是大伙们还有什么意见的话 都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处给小燕讨论讨论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讲到这里 还有对以下的这些型号不明白的 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上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